茶蝎中文第45集 中国人旅游的时候去哪里? 大家好,欢迎回到茶蝎中文 我是Nathan 你订阅了茶蝎中文的YouTube频道吗? 订阅的意思就是Subscribe 如果你订阅了的话 你可能已经看了上个星期的新视频 新视频的名字叫茶话会 在茶话会里 我和TY聊了几个关于梁柱的话题 在播客的第44集 我们讲了梁柱的故事 你可以先听播客 然后在YouTube上看我们的茶话会 相信你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茶话会的视频太难了? 还是太简单了? 你对茶话会有什么建议吗? 你都可以在YouTube上告诉我们 你的建议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做视频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会聊什么呢? 现在是夏天 天气很好 我认识很多同学和朋友 他们最近都在计划出去旅游 前两年 疫情很严重 现在疫情不太严重了 所以大家都想出去旅游 出去玩 对了 玩这个字 大家要注意 很多学中文的朋友知道 玩的意思是play 他们听见中国人说 出去玩 或者出去玩玩 觉得很奇怪 说中国人每天play什么呢? 其实玩也有英文里的 to have fun的意思 玩可以是旅游 可以是和朋友去卡拉OK 可以是出去吃饭等等 那么在今天的播客里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人是怎么旅游的 每年有多少中国人旅游? 旅游的时候 他们一般去哪里玩? 这些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说说 每年有多少中国人旅游 在疫情开始之前 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旅游 在2019年 国内旅游的人数是60亿 6 billion 国内旅游是什么意思? 国内旅游就是 在自己的国家旅游 如果你是中国人 国内旅游就是 在中国旅游 如果你是美国人 国内旅游就是 在美国旅游 中国国内旅游的人数是 60亿 中国有14亿的人口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 一个中国人 平均每年 国内旅游 4次 那么国外旅游呢? 2019年 国外旅游的人数是 3亿 意思是说 5个中国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 选择国外旅游 当然 这些都是2019年的事情 2020年 新冠的疫情开始 人们都在家里 旅游变得非常困难 我在想 可能从今年开始 旅游的人 会变得越来越多 那么中国人旅游的时候 最喜欢去什么地方呢? 我们先说 国内旅游 我想给大家介绍 三个在中国 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景点是什么意思? 景点的意思就是一个 有风景的地方 一个人们旅游的时候 可以去的地方 比如说 纽约的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 是一个景点 法国的 Tour Eiffel 埃福尔铁塔 是一个景点 你觉得 中国人 最喜欢去的是什么景点呢? 那么现在 我就告诉大家吧 第一名的旅游景点是 丽江古城 从这个名字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 丽江古城 在云南省的丽江市 在中国的南方 丽江古城 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走在这里 你会看见很多古老的房子 而且 而且在云南 我们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很多的 Minority Ethnicities 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 也是一个很多少数民族 在一起生活的地方 所以你也会看见 很多不一样的文化 七百多年前 蒙古人 蒙古人 成吉斯汗的孙子 也来过丽江这个地方 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不仅有很有意思的文化 也有很美丽的风景 这里有山 有水 如果从丽江开车十五公里 还可以去中国最有名的雪山 玉龙雪山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的叔叔带我去丽江 然后我们去了玉龙雪山 今天我还有那次旅游的照片 丽江古城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也很高兴 它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第二名的旅游景点是张家界 张家界在湖南省 也是中国的南方 张家界的界 就是世界的界 在古代 在古代 界这个字 有高山的意思 所以张家界的意思就是 姓张的人家的高山 确实 五百年前 在这里有一个叫张万聪的人 他做了很多好事 所以政府就把这里的高山和森林 都送给了他 以后这个地方就叫张家界 大家可以想象 在张家界最有名的风景就是高山 我没有去过那里 只是看过张家界的照片 我觉得那里的山 我觉得那里的山真的非常漂亮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住在山上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真的想住在张家界的高山上 第三名的景点是三亚 三亚市是海南岛的一个城市 如果你看中国地图的话 会看见在中国的最南的地方 有一个岛 这就是海南岛 三亚在海南岛上 在这个城市 没有冬天 一直是夏天 一年平均的气温是 二十五度左右 三亚也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夏天的时候 很多人去海边的沙滩上玩 因为三亚在一个岛上 所以没有什么工厂 没有什么factories 到处都是大自然 住在三亚的人 可以吃非常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你们知道 每年在北京和上海 都会有一段时间 空气不太好 三亚的空气是中国最好的 因为这些原因 三亚人的寿命是最长的 他们的life expectancy是最长的 平均是八十岁 三亚也被人们叫做 中国的夏威夷 中国的哈威夷 你记住了吗 中国最受欢迎的三个景点是什么 他们是 历江古城 张家界 和三亚 很多朋友们可能知道 北京的长城 故宫这些景点 长城是中国第八名的景点 故宫是第九名 长城和故宫可能是外国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但不是中国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说完了国内旅游 我们最后再说说国外旅游 疫情之前 中国人喜欢去什么国家旅游呢? 你们可以猜猜看吗? 中国人最喜欢去的前七名的国家是 泰国、日本、越南、韩国、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除了美国 其他的六个国家都是亚洲国家 好几个国家和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 日本人也用汉字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有很多会说中文的人口 所以我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去 我也有点吃惊 因为我以为很多的中国人喜欢去欧洲和澳大利亚 但是欧洲和澳大利亚都不是中国人去得最多的地方 那么今天关于中国人旅游的情况就分享到这里 以后如果有机会来中国的话 请一定来刚刚介绍的三个景点玩玩 当然中国还有很多好玩的景点 在Patreon上 我们会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受中国人欢迎的景点 如果你来过中国的话 请你在YouTube上告诉我们 你去过什么景点 你去过今天介绍的三个景点吗 如果没有去过中国的话 请告诉我们 在你的国家最有名的旅游景点是什么 今年夏天 你计划出去旅游吗 你计划去哪里旅游 期待大家的回答 今天的茶席中文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Nathan 我们下次再见 这个是TTime Chinese production 我们想让中国语言语解释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频道 有用适的 请不订阅我们 5-star rating 在 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找到更多 在 TTimeChinese TTimeChinese